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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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经前面 佛同我们说了三个真实 开化 显示 真实之制 这个胜利 这个胜利 实际上就是住真实位 最明显 最明显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圆圆都是度众生 这个度是佛家的术语 用现实际上就是协助就是帮助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帮助众生 都是协助众生的 帮助众生是什么呢? 总要知道 小的利益帮助众生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断恶修善 帮助我们不度恶度 这里是说修善 收学添土 而不会发愿 在这一生众 旺生极乐世界 修学淨土同修有很多很多人没有这种愿力 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 吾度恶度 来生更能享人天福报 这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就很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那就功德圆满了 这个利益真正不可思议 他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帮助我们转返成圣 这种是诸佛的胜力 或者我们同修会问 阿弥陀佛发愿帮助我们 我们在经上看到 十方诸佛帮助我们 我们在读佛经里面有一段很长的经文 六方佛赞 这句大家都很熟悉 这句大家都很熟悉 六方佛赞 十方就是十方 在这部经里面更明显显示十方诸佛赞叹 诸佛怎样的赞叹法呢 释迦牟尼佛把诸佛赞叹的样子 和我们表现出来 为一切诸佛赞叹 为一切众生 讲解 弥陀三经 这就是赞叹 弥陀经里面 四次劝道 劝我们求生西方淨土 四次劝道 释迦牟尼佛是这样 我们就能体会到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没有说不是这样 所以提起记录世界 提起阿弥陀佛 哪一尊佛不赞叹 哪一尊佛不尊敬 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 世尊赞叹阿弥陀佛 江中极尊佛中之王 我们要知道 世尊的赞叹 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经典又根据的 是真的 绝对不是妄语 于是我们就知道 这部经文上所说的诸佛圣力 一切诸佛如来 了解事实真相 王生西方记录世界 做佛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最简单的一条路 最快速的一条路 而且成就圆满 实实实实在在不可适宜 所以我在这部经里面 讲过多次 同学也听到已熟了 读华一切诸佛 一切如来 出现在世间 它来做什么 唐朝善道大师说得好 他说如来 所以兴出世 围说 komm Bur blank 缕 point recipro 桓吧 彌陀的本愿海就是淨土三境 佛出现在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如果众生善根福德因缘不足 敢佛讲其他经典 契众生的记 善根福德因缘具足 绝对讲淨土三境 劝你在这一生中圆满成就 这个是一切诸佛的本怀本愿 这种是诸佛胜力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诸佛的世界 是教化众生的道场 和我们六道凡夫的世界不同 六道凡夫 这个世界如何形成的 是众生业力成就的 也有诸佛菩萨 也有诸佛菩萨 圣力的加持 如果没有佛力加持 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 佛菩萨 佛菩萨因得之大 知道的人多 佛菩萨绝对不会认为 众生造作一些罪业 不听佛陀的教诲 佛陀来保佑他 他要加持他 众生还要误谤他 还要消灭他 他是不是不高兴就不来呢 如果一不高兴就不来 他就不是佛菩萨 他就是凡夫了 他不会不高兴的 他还是会来 还是尽心尽力帮助我们 云云众生 总有几个 觉不到 总有几个明白人 至少我们在这里讲经 在座各位同修 都是明白人 都是支持佛菩萨 来加持我们 都不会反对的 还是有少数人 就算有一个人支持佛役来 就是我们在经上读到的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有一个善心人 佛菩萨都来 佛菩萨来大家都占降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得到佛菩萨 威神的加持 绝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是因为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很多善心人 那些善心人 共同感应的 我们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于是我们就知道 那些善心人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恩德 为什么佛菩萨 没办法转众生的接报 佛菩萨在经上常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菩萨跟我们说 因果报应的道理 因果报应事实的真相 一切众生 自己做业 还是自己要受报 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告报 佛菩萨只有教导我们 叫我们怎样去收学 怎样去消除业障 怎样转变我们的果报 他只能做到这样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 没有说不是以此为重点 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个五 停止做恶业 认真努力 加强修善业 果报就转了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成蒙佛菩萨交道 如果不是佛菩萨交道 我们怎么会转 这种是佛菩萨对我们的 不思义的恩德 我们总得要明白 唯有明白 先有报恩心 知恩 先会有报恩 不了解这种恩德 我们报恩的念头 生不起来 要怎样报恩呢 就是佛在经上时时提醒我们的 受持独众 为人演说 这样才能报恩 这样才能报父母 养育的恩 报国家保护的恩 报众生 护助的恩 报佛菩萨师长 这种教导的恩 上报四重恩 真的能报恩 必定是下祭三屠虎 一件事情做好了 利益无量无变 我们这个道理 不知不得 主佛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一切诸佛菩萨 劝我们去极乐世界 这里头有道理 极乐世界是最好的修学环境 它是一间学校 阿弥陀佛建立的一间学校 我们往生去那边 是去求学的 在那边 可以说我们学习 就夜都不会间断 成就快 为什么说 就夜都没有间断 那个世界的人不睡觉 他们身体好 体力好 身体和阿弥陀佛一样 紫磨真金食身 我们听经上这句话 很难理解它里面的意思 紫磨真金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身体不是肉身 是金做的吗 那个金做的身 还会知道有痛痒吗 还会有知觉吗 我们凡夫麻烦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望闻生意 所以将佛的意思都搞错了 紫磨真金 紫磨真金是金里面最好的 最殊性的 金是金是金的 世七世间法都将它当成宝 佛经里面常说七宝 它排名在第一 宝当然可贵 可贵在哪里 可贵在它永远不变 金不变 佛取这个意思 西方极禄世界人的身 永远不变的 再看下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我们的身会变 有生老病死 这就是变化了 有寒暑的变化 有寄宝的变化 变化太多了 西方极禄世界无变化 西方极禄世界无变化 不单止心是常住真心 身也是常住真身 没有生老病死 没有游世慢慢长大 没有游世慢慢长大 这样就有变化了 西方极禄世界年花化生 永远不坏不灭 永远不会病 永远不用睡觉 永远不用饮食 那就叫紫禄真金色身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说的 比我们这个身好得太多了 六根的作用 港大无祭 你们我们在经上读过 西方世界往生的那些人 天眼动视 天耳切听 他心骗智 现在中国称那种叫特异功能 西方人个个都是顶尖的特异功能 他坐在那个地方不动 十方世界众生活动的状况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尿如指掌 十方世界的众生在那里讲话 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单止是这样 十方世界众生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他有他心痛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他自造成绅 他都知道 他都谈得清清楚 这些信息 是这样的信息 他都懂得清清楚 对 我们在西方世界上 去学本事 去的 学智慧 学本事 修成 不生不灭 永恒的暴身 佛在经上讲三身 暴身有此无重 我们的大能随着一切众生变化 就好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 应以什么身道化就言什么身 《灵言经》上所讲的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 我们去西方纪录世界做什么 我们去西方纪录世界做什么 为的是这一件事情 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协助一切诸佛如来 普道众生 我们是去做这种事情的 诸佛世界的种种不可思议 本经后面有介绍 前面也介绍过不少 西方纪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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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布庄严 西方纪录世界 伊布庄严 都达到究竟未满 伊布庄严 一丝毫 缺陷都没有 那么我们要问 我们问 为什么西方纪录世界 有这么殊性壮严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 跟我们说过 阿弥陀佛 跟一切往生的那些大众 因地都是纯正纯善 没有毫分不善夹杂 所以人家世界清静善好 那么圆满 没有毫分不善的因 这个意思很重要 特别对我们想在这一生 求生到纪录世界的人 我们一定要断恶 断恶断到什么程度呢 心里面 不准有毫分不善夹杂 我们要这个做标准 这样念佛往生西方纪录世界 先肯定 先有十成把握 绝对无疑惑 断恶修善 但功夫在哪里用 就在日常生活中 绝对无疑惑 处事当人接物 怎么的修法呢 要从事上来说 麻烦 事太多了 会修行的人 会修行的人 扎纲领 古大德时时教我们 从根本寿 好像一棵树一样 你扎到根本 整棵树不是都扎到了吗 你如果在枝枝意味上 这样就废事了 这样就麻烦了 根本啊 根本是什么呢 无非是离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是真的根本 日常生活中 不分别不执着 处事当人接物 亦不分别亦不执着 所以 在座各位 从外国来到新加坡的同心 从中国来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写信给我 为什么呢 我不分别不执着 我不看信 你写给我白写了 也不用打电话给我 浪费很多电话费 为什么呢 你找不到我 不知我在哪里 有时刚刚碰上 打电话来 我接到 大多数 我都接不到 有时我会找你 我有手提电话 红码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打给别人 别人打不到给我 因为我不知道红码 而且通常我那个手提电话 都是关机的 人家那个手提电话 充电 要一日充一次 我一个月充一次 很少用 一个星期大概用过一两次 很少用 有这个方便 很少用 我和同学做榜样 收纯静的心 不要被外面境界干扰 生活起居一切随缘 人家给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没有要求 一定要吃这一样吃那一样 没有 释迦牟尼佛托伯 托伯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你说这几次在? 随缘而不攀缘 我一生走的那条路 选择那条路 就是教学 讲经也是上堂 那种是社会教育 我们这种是课堂 我一生就做这样的一件事非常单纯 是 讲经教学 其他不闻不闻 能将本分事情做好 那就是圆满功德 那就是圆满功德 但是 你也有善惑 你有再大的智慧 再好的辩才 你也没有机会表现 所以 所以护法比什么都重要 一切众生能得佛法 殊胜功德利益 靠谁? 靠护法 我们这一方有没有真正护法的人 去哪里请法师来这个地方 弘法离圣? 心行 心行 要如理如法 护持要具足经典里面所说的护持的原理原则条件 弘法也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会 弘护密切配合佛法在那个地区就兴旺了 我们这个地方难得 你目原居士护持 没有他护持 没有他护持 我们哪有缘分在这里讲经 哪有缘分在这里教学 今年 我们预定在十一月 马六甲那边举办一场宏法大会 前两天 那边同修跟我讲 当地有三派 我们佛门的 三派都在争 争主办 互相不相让 来问我 我说这种事情难 我如果答应这个单位得罪那两个单位 答应那个单位得罪那两个单位 人还是要做好人 不要得罪人 我说这样怎么好 停止不办 大家都不得罪 他们同意不办了 争论就不要再办 和经就办 佛家团体是六和经 不和我们就不要去 和经 那我们一定要去 我们不去 对不住佛菩萨 对不住同修 不和不经 我们要快点离开 这种例子 古今中外好多好多 早年 我在台湾 中部有个道场 好像是在梅山 家延梅山 禅林寺 那边有几个同学 邀请我去讲经 每个月 去讲一个星期 在他山上住一个星期 禅林寺 我就讲禅林寺 我讲禅林寺 讲禅林寺 我讲禅林寺 大概上堂 好像上了三十多堂课 应该是有三四个月 我讲禅林寺 以后那间寺庙里面 注重日日曹架 我讲禅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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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和尚是一个师父 徒弟争 为何要争 因为那间寺庙兴建不久 徒弟去外面化缘 这个徒弟说 我化的钱最多 我要做当家 有什么职位 当然住持不敢说 住持是老和尚 想不敢争 那个人说 我化钱化多少 我要什么职位 曹道不亦乐乎 我去台中 将这件事情 和李老师说 李老师就跟我说 你不要再去了 我说我堂未上完 不要紧 未上完 不要紧 不要再去了 凡是有争论的地方 我们要回避 叫他们自己去反省 叫他们自己去忏悔 我经历好几次这种事情 所以经未必要讲完 完全看恩怨 佛法恩怨圣 梦法亦是恩怨圣 梦法亦是恩怨圣 欧队 欧阳敬墓 算是最成功的 在南京办支那内学院 也只有两年 从这些地方 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 那些地方 先真正明白 佛在经上说的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不是时时有机缘 因此 文法修学的机缘 如果遇到了 绝对不要轻易放弃 为什么呢? 机会太难得了 下次还能遇到吗? 任何人都不敢原来 只有真正明白的人 算会珍惜每一堂课 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佬居士十年 我明白 因为我不是台中人 在台中没有住处 所以对文法非常珍惜 他老人家 无论在台中市 还是在台中市以外 任何一场讲演 我绝对不肯放弃 我跟着他 那个时候 跟李老师的有二十几个人 人家说我们是李老师的上随众 他去哪里 我们跟到哪里 知道珍惜机缘 不放过机会 但是现在 由于科技发达 为我们带来很多方便 但是科技 也会造成一个负面影响 那就是说 那堂课缺了 没有所谓 还有绿影带 绿影带一大堆在家里 没有所谓 我今天不看 明天再看 今年不听还有明年 往往这样一下就耽误了 这是一个负面的作用 那个时候 没有这些科技设备 连续音设备都没有 所以必须一定要跟着听 大本笔记补造笔记 全部精神贯注 确实有它的好处 但是如果真正有这种形智 有这种毅力精神 从录音带录影带上学习 没有差别 肯定会成功 如果念头错了 不是那么认真 反正那些 讲经录影带 我家里通通都有 我今天有事 别人叫我去玩 就可以去玩 不要紧 明天我再听 这样的心态 你就会失败了 一定要好像追随老师一样 一堂课不缺 每日有定课 你会成功 所以在网络上学习 在网络上学习 给录影要熟性些 网络有时间的 到什么时候上课 到时候你一定要收听 由于新科技 远程教学 现在变成一种风气 不用去学校 不用去学校 不用去课室 你在家用网络 就可以学习 远程教学最早是澳洲 澳洲老实说 也没有办法 因为地讲人气 不容易将学生聚集在一间教室 所以最早开办远程教学 在远程教学历史之中 他是创始人 他办得很成功 很有成就 现在很多很多国家地区 都采用这种办法 我们佛教弘扬佛法 也不能舍弃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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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我在香港讲劲 台湾有个法界卫星 是佛教的一个电视台 台长海淘法师到香港跟我见面 他就发现 他就发现 专门 专门 搞这个行业 我也非常赞叹 欢喜 他不搞道场 他搞广播电台 跟我说 他现在培训 全播技术人才 他那边有十几个人 我说太好了 我们这个地方有设备 没有人 我希望和他合作 将来在香港 在新加坡 在澳洲 希望他们在人力上支援我们 我们同修要发心 同时这种传播事业 可以去台湾参加他们培训 我们这个地方是培训 港经文法人才 他们那个地方是培训 大众传播技术人才 我们要合作 共同 将我们 港经说法的效果 推向全世界 绝不是 在一个讲堂 绝不是在一个地区 我们要有 这样的理念 要向这个目标努力 这就是我们自己 没有佛菩萨那种特异功能 我们只有借重科学技术 希望我们那些设备都能做到最好 希望远程的地方 希望他们修看的画面 能清晰 不至于中断 要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法人空边极 要和佛菩萨做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呢 认真收听 按时收听 收听的时候可以将你的家亲眷属朋友集合在网络前面 或者在电视机前面 网络可以接电视机 将那个画面放大 在自己家上堂 一日不要间断 半年下来 人的思想就转过来 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 看法 绝对有转变 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 我们在家每日按时收听 这就是护法 要集同收大家一起来看 看完之后研究讨论 这就是弘法 法法教学 在社会上才能扎根 学习的人都 人和人知道互相尊敬 知道互相敬爱 知道互助合作 社会安定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从我们家里做起 这种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住在五族恶世 亦能做不可思议的功德 同学讲敬 我们培训班的同学 在这个地方讲敬 我们要热心拥护 盛咒他们 怎么拥护呢 来听 只要有时间就来听 令那些年轻法师在港台上增长信心 他看到听的人不少 自己就有信心了 大概我还觉得不错 这么多人来捧场 如果一看没几个人来听 戏就亏了 信心就没了 港经很难 你看都没人听 大概我不是这种材料 往往就退心了 所以我们来听 是给他一份鼓励 给他一份信心 他将来学成了 在这个世间宏化 逆生 有我们一分互持的功德 这种机会在其他地方没有的 我们这里有 这里不扮培训班 这个机会利益没有 因为扮培训班 学生在这个地方念港经 新加坡有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不要失了 你来听经 有很大的功德 这是成就港经的法师 培养港经的法师 给港经法师信心 而且要批评港经法师 你听他说 听完之后 哪些地方有疑惑的问他 你将你的疑问写在纸里交给他 给他做参考 帮助他改进 他问 哪些地方 他说错了的地方要提醒他 无量无边的功德 我们要将我们这个世界 转变成佛净土 下面那段经文 其各众生功德善力 驻行业地及佛神力 故能以矣 这一段是总结 这一段是总结 其各是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视其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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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世界众生哪里来的 十方诸佛世界往生去的 我在前面和各位说过 基督世界是阿弥陀佛 愿力成就的国土 新兴的国土 他里面没有原居民 所有居民都是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去的 每个念佛人心底都清静 心静则佛土静 心如果不清静就绝对不会生静土 不是说念佛就能往生 这句话本来也没错 就怕你将意识回错了 我日日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就肯定往生 那你将意识搞错了 用念佛的方法 帮助我们恢复清静心 念佛是方法 是手段 目的是清静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随时待人接密的地方 心里面起一个贪念 不清静 阿弥陀佛将那个念头打了 起一个亲谓心 心不清静 你日上阿弥陀佛将亲谓的念头打了 你日上阿弥陀佛是方法是手段 将所有不善的念头 不清静的念头 通通通打了 这就叫念佛 这就叫会念了 心静静的心 心静的静静 心静的静静 这样求愿往生 同西方纪录世界完全相应 所以我们用这句佛号 修 修 修 纯静的心 纯善的心 确确实实 不用毫分 不用毫分不善夹杂 不用毫分不静夹杂 用的是这个功夫 这叫会用功的 所以凡是往生西方纪录世界的人 每个人无论他生在哪一头 他是什么品位 总而言之都是发菩提心 一向尊念 一向尊念里面的意识 必须要清楚要明白 就是绝对不准毫分不静不善夹杂 我们佛号的功夫得利 这种是静行 种种种做行 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佛教我们不好做的 我们绝对不可以违反 佛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要知道 一定要收 顺正顺善 顺正无污染 顺先无恶念 恶念上且无 哪会有恶的行为 要做到身心完全透明 这就跟世间人不一样 世间人身心不透明 这是什么呢 轮回心 轮回身 做轮回业 现在 现在 整个世界 都崇尚 忍尸 外国政府 法律有忍尸权 忍尸就是不透明 不敢向外透明 诸佛菩萨完全是透明的 无一件事情不可以告人言 一生接线 一生接纵 无尸毫秘密 心底 光明 正大 我们要走这条路 如果我们还有不能告人言的 不见得人的事 那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来生还是六道轮回 不学佛的人不懂 学佛的人总要清楚 六道轮回还能做吗 真的不想再搞六道轮回 我们就要跟世间一般人反其道而行 世间人自私自利 我大公无事 世间人追逐名利 我们对名利私毫不占 世间人贪徒五欲六尘享受 我们对五欲六尘享受 一切随缘 绝无攀缘 世间人贪欲千万 我们一定要做到 无贪无亲无恥 对人对事谦虚恭敬 我们这样做法 我们能这样做 跟各位说 这就是教化众生 新教 现身说法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教化众生最重要的手段 是新教 以身作责 他做不到的 他绝对不说 他所说的都是他已经做到了 换句话说 经上所说的自自俱俱 他都做到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学习 当然最重要的了解经文的正确意识 这种最重要的了解之后 要真正要真正向释迦摩尼佛 向朱菩萨学 他们怎样传心 他们怎样思维 他们怎样言论 怎样工作处事代人 摩尼佛 都记载在经典里头 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 极乐世界的造成 故然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亦是往生一切众生的功德善力 那个功德善力就是向阿弥陀佛学习 可以说的子本境 我们一生思想见解现行的规范就是这部经典 无必要将这部经典所说的道理 作为我们思想的准则 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是我们行为的标准 认真努力去做 这就是功德善力 我们具足这样的功德善力当然会往生 真的具足了 现在还没往生 还没去 那个地方已经报名 已经住了责 我们随时可以去报道 记录世界都欢迎 你如果没有功德善力怎么得呢 下面说的住行业地 住行业地 这个业地 怎么说法 地行业之地 在佛讲是他的大愿 大行 大业的成就 建造极乐世界是大事业 一切众生 宗教乃界ho Valentina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应有无量的功德善力 与阿弥陀佛的愿力、善力、业力相应 所以他先能安住弥陀愿行大业成就之地 那个地就是纪录世界 所以说住行业地 行业地就是阿弥陀佛建造的世界 我们想想那些经文里面 他的含义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见解 我们的言语造作 如果和阿弥陀佛相违背 你怎能妄信 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大业在哪里 都在这部经典记载里头 我们前面读到 一定要真做 机缘太难得了 开经论上讲得一点都不过分 《墓门开经论》是武则天作的 武则天在历史上虽然很多人批评他 他那首论老实说 自古以来那些大德想再作一首 作不出来了 有不少人作过开经论 和他比比不上 还是用他的 不可以说他没有智慧 他是怎样的耐力 我们不知道 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句话重要 百千万劫难遭遇 不要以为遇佛法很容易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遇佛法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遇到之后千万不要错过 一定要好好地将这个机缘拿住 认真努力学习 这本《无量寿经》是无上的发布 我们几个人珍惜它 将它当作普通书一般看待 虽然念佛虽然学习 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局发源 这一生想往生西方记录世界 很难说 不可靠啊 真正将它当作自保看待 时时刻刻刻不离 有时间就回出来读众 所以我们也印成很多小本的书 小本书 方便大家攜带 有时间摩开来读众 可以摆在袋上 可以摆在前包 随身攜带 有时间摊开来读众 读诵的时候 立刻就要想到佛这一句我做到没有? 时时刻刻 看着经本 点点自己的心行 这叫真修行 真佛弟子 读熟了 熟透了 也不可以离开 每日至少温习一次 熟透了的时候好修行 在生活里着衣服吃饭 日常生活点点滴滴 都会与经教相应 所以你先有欢喜甚 发喜充满 欢喜从宾到来的 喜心动念 言语造作点点滴滴 都同佛的教会相应 这样才欢喜 无疑惑 无忧虑 无烦恼 佛教我怎么做 我就老老实实照做 做的时间耐了 如果 你心就定了 心怎样呢 不起烦恼 不生妄念 我们现在说到完全不生恋难 少了 妄念少了 自恋就增长 自恋增长了 我们的生活 自自然然就自在就圆容了 很明显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你做事很圆容 做人很圆容 讲话很圆容 如果你的一些朋友 时时跟你在一起 他有显著的感触 你和一年前两年前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两年前 随信烦恼 随信杂气 随信世缘 现在这两年 学佛有了功夫 功夫得力了 不再随信烦恼 不再随信世俗 随信佛菩萨教会 而且越做越自在 开始做勉强 勉强地学越学越自然 越学越自在 这样才能住 弥陀大行大业 大愿之地 这就是往生静徒了 吸佛神力姑能以以后面又加一句 不要以为全是众生的善力 功德善力 功德善力 里面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这一点我们要感激 这一点我们对佛的恩德要感激 那些往生的人是这样往生去的 现在社会动乱不安 社会上很多很多严重的病痛 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医疗 主佛菩萨力也束手无策 我们要提得清楚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 最重要的先度自己 我们先能免除灾难 如何先能真正免除那个劫难呢 这一教奉行 正中实在殊胜 这不是假的 就怕你不真做 我们在淨土圣言录 在旺生传里面看到的 我们做过概略的统计 修学淨土的人需要几长时间成就 差不多有一半人 三年到五年 他就成功了 我们现在有修了几十年都不会成功 是怎样的一回事 没有真做 好像我刚才说的方法 你真的真做 三五年一定有成就 真做 各位要记住 总原则 是要叫我们的心行 纯正纯善 不用毫分 不善不正夹杂 你才能成功 那要用什么方法 达到这个目标呢 就是念佛 在日常生活里面 念头一起 第二个念头 就奥弥陀佛 就将它打下去 所以一定是在日常生活中 点点滴滴的地方 绝对不可以容许 所以 毫分不善不正夹杂 如果我们的天いて 也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祂与公民 那仗带下来 食饭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这道菜 好食 点欢喜 阿弥陀佛 为何 啊 那个好食 贪心起来 那道菜 供做得不合口味 親恨心起危 那杯茶太熱了 你是不是燒死我 那杯茶太冷了 都起心動念 那個念頭一起阿彌陀佛 將念頭快點壓下去 你不敢用功 你怎麼行呢? 敢用功的話 兩三年真成就 不是敢用功 二十年 兩百年都不會成就 為什麼? 不會用功 不會念佛 你那個念佛是有口無心的 人家會用功的念佛是心口相應 確實斷煩惱 確實破無明 你要悔才行 我們無明 葉障集氣這麼重 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身體上 身體上表現得多病 精神振作不到 尤其是身體上氣味很難聞 這是業障的 尤其是身體上氣味很難聞 這是業障的 尤其是身體上氣味很難聞 這是業障的 是身體上氣味很難聞 這是身體上氣味很難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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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棺間會被這ours不適合總監通 のは scaric idol 하겠습니다 圖書館建立 圖書館建立 圖書館建立是我廣經二十年才有一個華藏圖圖書館 他去圖書館建我 向我說了一句話 法师啊 你这几年讲经修行 功夫大概不错了 我说何以见得呢 你刚刚出家的时候 在林济子出家 他说你身上气味很难闻 现在你完全没有了 我们自己不知道 人家知道老居士有修药 不肯说出来 到我们真的改过来 不知不觉改过来 他才跟我说 这种在佛法里面说是效应效果 确确实实改变容貌 改变体质 我们亦不要去作义 不肯为这样来修行 不用 一味真心 不知不觉 智智然然就转变过来了 有心去转 恐怕更难转 无心自自然然的感应 真正发心 这里两句话说得实在是好 如果我们要求 吸佛神力 吸佛神力加持 我们如果不得神力加持 哪会转得这么快 哪会转得这么明显 所以稍为契入境界 我们自己会觉得 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勇护 自己会感觉到 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这段是我们《遗品经》 最后一段 暗难百言 叶恩果报 不可思疑 我于此法实无所惑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而妄固法思问 阿难尊者好可爱 这些话明知故问 他说出来 他不是不知道 谁不知道 云云众生不知道 他帮我们发问 他帮我们发问 《遗品果报的理太深太深了》 《遗品果报的事千头万岁 太复杂了》 《遗品果报的理太深太深了》 《遗品果报的事千头万岁 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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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品品果报的事千头万岁 太复杂了》 《遗品果报的事千头万岁 太复杂了》 《遗品果报的事千头万岁 太复杂了》 《遗品者万岁 太复杂了》 《遗品圣 lid allow上》 《遗品约洁》 《遗品必 eligible sommes leucesame let us取消三个诗》 哲学的、科学的、宗教的都提到 《轮回因果报应的事》 《轮回因果报应的事》最早提出来的是婆罗门教 以后印度教、佛教都讲得很多 我们看看其他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兰教 我们新加坡还有拜火教、道教 几乎全世界每个宗教都肯定轮回因果的讲法 只是讲得长略不同 重视这个问题有缓急轻重的差别 但是都讲到了 现在科技发达、工商业发达 人在物质生活上富裕起来了 精神生活空虚 所以对这个问题探讨的人越来越多 佛教教到我们 这个问题不单止是探讨 还要我们实证 从什么地方来证明 从禅定 现在探讨的人多 他没有禅定功夫 换句话说 那个心不会达到纯正纯善 唯正纯正纯善就是禅定 唯正是定 唯正是定 唯正是唯 唯起用绝对是唯正 唯正是唯正 唯正和各位说 十法界的界限就突破了 十法界里面的状况 你就看到 你就清楚了 世间人常说鬼 鬼到底有没有 我们一般人对鬼 还是半信半疑 不会肯定 我们修学的几个同学 他肯定 为什么 他见到了 时时见到 我以前一个老同参明演法师 他学物 物着重禅定 打坐 修清淨心 他大概学了三年 他能见鬼了 他来和我说 他对黄范历生非常重视 他看我讲经 讲得这么辛苦 他说这种我不学 我说你怎么好 他说我学神通 我用神通一变现 大家相信 你条理说到难 人家都不相信 他说我用神通来教化众生 所以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 他跟屈影光上师学物 真的 在三年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绝对不是网语 他说每日下午 大概五点 太阳还未下山 就要下落去的时候 街上就有鬼行路了 人鬼集居 很少是鬼的早早 早早起床的人很少 有些鬼在街上行路 到了九点十点 周街都是很热闹 他是我的好朋友 绝对不会说妄语 那个人很诚实 持戒很严 绝对不是妄语 最初看到的时候害怕 到以后看不久了 反正日日结都见到 也就不害怕了 和鬼也能交往 也能聊天 他来跟我说这些事情 我说你神通未学成 鬼通学成 还是佛法讲的 因地不振 果招于曲 他目标 不是修界定位 目标是讲求神通 这个念头错了 这个因地错了 这个因地错了 虽然修后词都不错 但是我看他的样子 虚判 身体并不结实 而且面上一层灰暗 大概是和鬼接触多了 我去台中将他的情形 向李老师报告 李老师摇摇头 跟我说 各有恩怨 那就没有办法了 各有恩怨 我劝他去台中学教 他不肯听 他跟我童年 命运亦相同 四十五岁他往生了 那时很多算命来说 我们三个人 三个童年都说过不到四十五岁 有一位法荣法师四十五岁 那年二月走 他大概四月走 到七月的时候我病了 我想到大概轮到我了 那没有办法 命到了 所以我也不找医生 也不吃药 我想得很痛 医生只能医病 医不到命 命到了 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所以三迷门来念佛 求生静土 求生静土 那年 我在基隆 大国子 结下按据 讲灵严经 灵严经讲了三卷 得了病 回来困在房里念佛 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 亦没有死 我亦没有求长寿 没有想长寿 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 所以见鬼不难 你们如果想见鬼很容易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好好学三年 保证你日日见鬼 在台湾 我们有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前一任总干事 柬封民居士 他在未遇到我之前 他亦学物 他亦学禅 每日打坐 在定宗 他是定宗 一入定的时候 就见到鬼 他见到园罗王 十殿园王 他都见过 他说园罗王身材不是很高 大概只有三尺高 他意亦时时和他们交往 以后跟我学法 我说不妥啊 你那种境界不好 如果长期下去之后 恐怕要走明演法师那条路 他问我怎么好 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 那种境界现前 你就可以出定 你就不要坐 你要佛或者拜佛 用这个方法 我教他将方法改过来 大概半年之后 那种境界就没有了 没有是好境界的 定宗 时时 见神见鬼 不是好事 连梦中 时时梦到 过去的亡人 也都不是好事 所以这段是我们讲到果报 讲到轮回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禅定 在我们念佛人 我们念佛 也是修禅定 念到心底清静 我们讲功夫成片 那种境界就可能现前 功夫成片 也就有一定的定功了 心能涉心 不会向外面攀缘 鬼道天道 欲界天 那些界限很容易突破 你能同欲界天人来往 能同恶鬼道来往 不是难事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阿难是佛菩萨示现 大权示现 帮助释迦牟尼佛教法众生 代我们提出很多很多疑问 讲到不思议 可以说本经 从头到尾 知自居居都不可思议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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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